民意国小六年级的学生黄博祥 他今年八月份获得了 2020名人杯心算名人组第一名 更在九月份取得心算时段的合格证 17号校午由校长吴慧珍 还有职德老师谢静灵 以及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陪同他接受了市长魏嘉贤的表扬 现场黄博祥呢 他也示范听心算能力 又快又准的心算 让市长直呼好厉害 市长拿着计算机 黄博祥就用心算 没想到人算比机器算还要迅速正确 这是花莲唯一一位通过心算时段 简定的小六升黄博祥 谈到心算黄博祥说 就是很有兴趣也很愿意努力来挑战 加减然后可以算到六位 六位 对 乘算是四位乘以三位 书算是七位除以四位 那比赛是会很紧张吗 不会 所以数字对你而言 你觉得他就是好朋友 很熟他 他们跑来跑去你都会 你上场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紧张 还是会紧张 可是题目数字一出来呢 就比较放松一点 所以看到好朋友就熟了 对 平常有练习过这样 从五岁开始练习 十一岁就赢得名人杯心算名人组第一名 也通过全国最高的时段检定 指导老师说黄博祥除了有天赋 更是一个有毅力的孩子 当然过程之中一定会有挫折 那我觉得能够成功的话需要很大的毅力跟坚持 遇到错的时候 爸爸妈妈跟老师能够帮助他克服一个一个的难关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很有毅力 有一点天赋 这个不可磨灭的就是有天赋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地方在努力 市长温嘉权亲自表扬了黄博祥 除了赞叹孩子的表现 也期许在学校家庭还有工部门鼓励之下 有更多孩子能够发挥所长 在各项竞赛当中有接触表现 其实我们也谢谢我们很多的教育界的长辈 那还有我们校长跟我们谢老师 长期来对于孩子的一个栽培 那更感谢我们博祥的爸爸妈妈跟阿公 特别这样子用心栽培博祥 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潜力无穷 在刚刚的一个心算的一个测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是一连串的 那完全无误的正确的快速的把答案写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潜力 就是看怎么样去栽培他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孩子 也希望说我们花莲有更多的孩子 都能够像这样得到很好很好的一个训练 未来有一些激发出来不一样的潜力 也许我们在花莲资源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孩子用心 家长愿意 然后老师能够仔细地来指导 孩子都可以闯出一片天 黄博祥的爸妈说 就是支持孩子的兴趣 从旁陪伴与鼓励 未来的路还很长 希望这一段学习历程 能够对博祥的未来有正面帮助 戒略会幻市报道